黑帮旁家小女孩 手不知招惹到狠角色 整个组织差点被鹰汉消灭掉 暴力抢劫在摩西哥城是常有的事 混乱的治安巨大的贫富差距 在这里每天上演着绑架案 穷人们铤而走险 富人们担惊受怕 在这里当富人们的保镖是最赚钱的职业 克雷在朋友的引荐下到富翁家里当保镖 保护他的女儿皮特和妻子丽莎 尽管他有爱喝酒的小毛病 但出自的履历让雇主难以拒绝 富翁的女儿皮特带着他熟悉了一下环境 雇主家十分的大 有专属的佣人和巨大的花园 这是他第一次当保镖 还是保护小孩子 幸好皮特乖交统事又善警人意 有了保镖皮特就能上学了 所以皮特很喜欢这个保镖 他仔细规划上学路线 时刻提防可疑的车子 皮特是一个健碳的小姑娘 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他很想去学校 但因为频发的绑架案 他必须待在家里 在过去的六天时间里 城里发生了24起保镖案 平均每天4起 克雷的到来解决他的烦恼 希望他能一直留在自己身边保护自己 放学回家的路上 他注意到克雷手上伤疤 可是克雷不愿意提起 他只是个保镖 不打算和皮特成为朋友 也不想和他聊天 不带感情的话伤到了皮特 既然不是朋友 小姑娘一留言的打开车门 然后马上坐到后排的位置 这直接吓坏了克雷 放学回家的路上十分的拥挤 人员往来密起 稍不留神就会发生意外 还好的是 这附近并没有匪徒 回到家后 黎莎听到他们之间的不愉快 劝说他和女儿做上朋友 克雷再次拒绝了 并强调 自己只是一个拿钱工作的员工 不想掺杂这和私人的感情 他的孤傲和冷漠 都因为他曾经的经历 身为特种兵 他常年自杀在战场 他杀死的那些人 一直折磨他内心 只能依靠酒精 来麻痹自己的大脑 靠神经来忏悔他的罪孽 很多时候 他不愿将心中的事情清除出来 即便清除出来 也没有人能够宽慰他的内心 第二天 妈妈陪伴他一起上学 一路上沉默寡言 路上的可疑车辆接近了 这样克雷提高警惕性 细心的皮塔帮他记下了车牌号码 不过缺少最后一位 好歹的是只不虚惊一场 那辆车并不是冲他们去的 游泳比赛上 皮塔没有取得好成绩 他询问在一旁观看比赛的克雷 该怎么做 克雷给予了他鼓励 他的父母因为事情需要外出 现在需要和克雷待上几天 于是克雷开始训练他游泳 让他克服对于枪声的恐惧 他不单是游泳教练 还荡起了家教 连人来相处 让他对皮塔不再是冷冰冰的态度 皮塔的活泼快乐 才一点点感染克雷 林三的日子很快就到来 他的父母因为事情 未能观看他的比赛 克雷成为他的新家长 枪声响起 皮塔越入水中 他游得很快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到达终点 获得他期待已久的第一名 所有人都在庆祝他的胜利 皮塔送给他一个护身符 他把克雷当做了朋友 希望他平安顺利 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礼物 但寄托着最美好的祝福 克雷很是珍视他 相处的这段时间 他的心理伤痕逐渐愈合 也不再依靠九星来解脱痛苦 皮塔最近遇到了很不开心的事情 爸爸坚持让他弹钢琴 可他喜欢游泳 和爸爸谈谈无效 只好硬着头皮去上课 上课的时候 不断地打断老师的教学 他希望能够引起老师的厌烦 这样他就能够很快回到游泳池了 学校附近出现了混乱 一群警察和匪徒陷入混战 克雷也卷入其中 不幸中枪 他还将视镜让皮塔赶快逃跑 可皮塔不放心 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又折了回来 他亲眼看到克雷中枪倒地 昏迷不醒 呼喊着他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此时一帮歹徒冲过来 将皮塔抓走 这场街头枪杀案轰动社会 克雷也因为枪杀两名警察而入狱 警察局召开了他部会 向外宣布这件事情 并认定牺牲警察为英雄 然而一名记者却提出了质疑 这两名警察当时并未执行公务 可是为什么身穿警服 开着警车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而这两名警察也因为贪污受贿臭命昭著 他们的死反而大坏人心 警长慰问的哑口无言 皮塔的失踪对于丽莎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 他们花了那么多心思去找保镖来保护他 可还是让他陷入了危险境地 皮塔的爸爸山姆并不打算报警 他听从律师桥登的安排自己解决 可这件事情牵涉到两名警察的死亡 即使他们不需要警察 中安组的人员也会介入 探员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听绑匪的话 单独聚焦赎金会陷入更加不幸的境地 受伤的克雷被警察24小时监控 这里的警察大多浑水摸鱼 他的朋友雷本趁警察离开的功夫 偷偷地前去看望克雷 克雷苏醒的第一句话便是皮塔 他很担心祈祷他能够没事情 警察监听了善母的电话 不久之后绑匪便打了电话索要赎金 他们要求一千万的赎金 分别装在两个黑袋子里面 每袋有五百万 律师和他谈判 希望有个司机可以去送山姆交易 绑匪同意了 但必须是小玛丽的国产车 凌晨一点到达喷泉 绕着广场绕两圈 之后把衬衫脱了 好让人认出来 角落的公共电话一响就接受指令 电话旁有一张地图照着上面做 绑匪一再强调不准联系他人 可司机还是打了电话 告诉别人最重要交易地点 山姆赶到了交易地点 将钱放进了白色车的后备箱里 还没等他回到自己车里 就发生枪战 他急忙逃离了现场 回到家焦急地等待绑匪的电话 可是绑匪打电话告诉他们 已经死票 因为山姆没有信守诺言 他的侄子也因为他而死 赎金也不过数 这个消息让丽莎悲痛欲绝 现在做什么都换不回他的女儿了 克雷被转移到一家地下证所 虽然条件有些简陋 但这里比较安全 雷本将皮塔被杀害的事情告诉了克雷 他很是同心 绑匪连这么可爱的小女孩都不放过 由于克雷亲临过现场 见过绑匪 局长米科让他指认出凶手 可克雷一个都不认识 或许给他一些警察的照片 就能找到一些线索 那些人都是警察中的败类 受到一个名叫拉曼达兄弟会的庇护 克雷不想离开这里 他要留在这里 找到那些杀害皮塔的人 女记者找到了克雷 告诉克雷 他已经被那些人诅咒 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他 记者想揭发拉曼达兄弟会的所作所为 那是一个专门庇护腐败高官和警察的组织 由于级别太高 他没有办法触及 他知道克雷是这个组织的受害者 想和克雷合作 他会尽可能帮助克雷 确保他获得拉曼达兄弟会的一切消息 克雷又返回到丽莎的家里 想起和皮塔相处的点点滴滴 从他的日记本上 还看到皮塔喜欢他的话 让他下定决心将杀害皮塔的人全部杀死 他联合自己的好友雷本一起作战 在黑市上购买一大批武器 让女记者查出 帮他记下那个撤牌号的主人 顺着撤牌抓到一名警察 他是拉曼达的成员 断了他的手指头 皮塔说出绑架案的实情 警察也不知道之前出了什么差错 他们只是奉命带走皮塔 他们分工不同 幕后主使从未露面 他们是从一个明娇嗓子的人接受到命令 至于怎么找到他就无从得知 监管人屠夫也是拉曼达的成员 在一家舞厅看场子 左脸一块胎记 说完这些之后 克雷就送他上路了 他来到舞厅 带着皮塔的照片让图夫辨认 他否认过自己见过小女孩 克雷将他团伙都抓了起来 不说实话的人就会被杀死 其中一个招架不住说出的事情 他将如何运作的全部过程告诉了克雷 有一部手机操控 他们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等电话 没有来电显示 每个月只有200块钱的工资 也没有见过大老板 只是听见过他对小女孩大喊大叫 侄子被杀 赎金被结 这么黑白的买卖 他自然生气 钱是范托斯拿的 他是反绑架部门的探长 克雷又从另外一个女人那里 直到他们的老板将皮塔往墙上撞 没有剩下之后 把他撞进后备箱里 女人突然说 女孩在这里 他以为皮塔真的还活着 然而被带来这里的并不是皮塔 而是另外一个被绑架的女孩 他把女孩交给女记者 并让他调查一张银行卡的打款记录 随后他就去找范托斯了 在山姆叫熟机那一班 他是充当司机去送山姆去的 他劣迹一般般 三年前从他后备箱里发现5万美金和一具尸体 他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原因是逮捕他的警官死了 无法作证 克雷埋伏在托斯家里的必经之路上 向他的车发射了一枚导弹 街上陷入一片混乱 克雷趁机接走了范托斯 将他带到那板交易失败桥底下 将他五花大盘起来 范托斯加入拉曼达 就没受到过这样的待遇 可忘记自己还是拉曼达的会长 他其实都用自己的身份 恐吓绑架他的人 克雷才不管他是哪方人 他只想知道真想 他帮克雷的身体里安放一个炸弹 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范托斯说出了实情 他安排手下埋伏在交易地点 接走了数金 但带子里面只有250万 其余的全是白纸 他继续询问范托斯 谁还动过带子 范托斯的答案让人知情 是山姆的律师乔丹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和山姆有没有关系 他应该不会用孩子来做筹码吧 克雷来到乔丹家里 发现他早已经死亡 他看到乔丹的银行账单 请求女记者帮忙破解 克雷再次来到毕丹家里 他将赎金的事情告诉了丽莎 问他有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不过他的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质问丈夫究竟做了些什么 绑架案是山姆和律师穿通好的 为的是骗取保金 山姆的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 他不得不铤而走险 涉及一场绑架案 女儿在别的地方只是吃冰淇淋看动画片 没有几天就会回来的 可没有想到的是 女儿真的被绑匪绑走了 律师骗了自己 为此他杀了律师 丽莎听到之后十分的失望 他不能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 格雷将子弹放进枪里 山姆誓死是活 听天有命 危险的是 山姆死在这颗子弹之下 接下来只剩下最危险的人物 嗓子 警察早就盯上了他 一注射一秒潜伏进去 偷了一张他的照片 他的画像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公之于众 女记者打扰那些将要看灯的照片 受到来自嗓子的威胁 如果不想活命就看灯照片 女记者并没有屈服于绑匪 他知道自己这么做一定会伸手异处 可为了查出真相 将绑匪绳之欲罚 还是将照片刊增到报纸的头条 并将克雷所有知道的消息都告诉了他 寻找银行账户的地址 他来到贫民窟 这里十分的混乱 克雷被人开枪打伤 强挺着控制的局面 他询问一个怀孕女人嗓子的下落 克雷将嗓子的妻子和弟弟当作人质 嗓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说出了事情 皮塔并没有死 并提出移民换移民 在确认皮塔没有死后 他们约定了交易地点 并且还通知了丽莎 让他来附近看着自己前去交易 如果他们反悔 就开枪射杀他们 皮塔真的还活着 解脱束缚了他 开心地奔向了克雷 他喜欢的大雄救了他 是他心中永远的英雄 而克雷被绑匪带走 代替皮塔作为人质 他带着皮塔送给他的护身符 回想起往日的点滴 永远的睡去 最终警方将嗓子击毙 告破这桩绑架案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怒火救援》 电影是由真实实践改编 控诉了政府警察的不作为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暴力 杀人 绑架 视而不见 它是一部电影 更像是一部社会写实录 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隐患 本应该阻止悲剧的人 却在不断地制造悲剧 克雷能够解救皮塔 那谁能解救这些 生活在不安恐惧中的人呢 这是一部 讽刺现实社会的 惊险动作电影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编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